海軍南洋艦二等兵出海前神秘失蹤 軍方反控逃兵要人 家蘇街凄惨霸凌 關鍵屍體漂浮艦 頭顱穿釘死狀凄惨 捕捉真相遇三次載 護軍人權成黃媽媽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插丁二等兵 黃國璋軍淵案 民國八二四年 海軍二兵黃國璋 竟從海軍艦艇南洋艦盛 離起失蹤 他在寫了信到他家裡以後 他就自己等於說是跳海了 為什麼今天他上船 就不到一個月 他就一直發出舊舊的行動 難道黃國璋真的是自己跳海 還是被艦艇上的同袍退下海 原來黃國璋是當時 船上最菜的新兵 根據黃國璋的日記 他親筆寫下 在軍艦上的恐怖經歷 不好好的聽話的話 我們會把你打死丟到海裡面去 他說覺得過得很不快樂 生活很不快樂 陳千上位的士兵 都能夠克服這個困難 我跟妳們見到這種事情 一直到六天後 黃國璋的遺體 才在大陸的福建省被找到 卻早已下葬 黃媽媽趕到大陸開關驗屍 直到親眼見到兒子手腕上 那熟悉的佛珠 才肯相信自己的孩子回不來了 放大12倍的照片可以清楚看見 一根像大鋼釘的金屬 從黃國璋的右太陽穴刺入 穿過下罐骨到鼻孔下方的人中穿出 而在左腦上方也插著一根 三角形的不明金屬 船上的這個退伍人員 給我的訊息 他們一看說 這個就是船上的樊布丁 不管是不是樊布丁 這兩根可疑的金屬 就是法醫楊日松 認定黃國璋致命的死因 軍中的案子要由警方來破 只要死在軍中的 倒是破不了 永遠破不了 這個筆錄裡面有募集證人 證實了黃國璋在事發前的十幾個小時 押到廚房去毆打 甚至用滾燙的綠豆湯去燙他的腳 他不應該還我 還我兒子的清白 他不應該還我皇家的公道嗎 海軍是很明顯的 是引力了這份完整的 這份筆錄 只是2016年高雄地方法院 以這份關鍵筆錄是衛證 以及十年追溯期已過 全案不受理畫下句點 詞曲折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